大家好 歡迎收看那爾灣TV 食品相關業者有福囉 讓我來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GTO的日本貿易振興協會在台北舉辦一場 日本食品物產展台日梅河獻上商談會 這次也特別設置了實體展示會場 讓我來為大家介紹吧 餐產商品處全部約有200種 有酒類 肉類 休閒食品類 冷凍海鮮類 調味料類等等 現場也展示各式各樣的商品 調味料區 休閒食品區 健康食品區 酒區 零食甜點區 冷凍食品及海鮮加工區 冷凍食品及海鮮加工區 這次機會非常難得 集結日本各地知名的產品來這裡參展 像這兩款橘子果凍 一個是廣島縣產 一個是河哥山縣產 都非常好吃喔 還有北海道南澳果凍及 東北藏王草莓都有參加這次的活動 目前有一百多樣商品 在現場提供四次試喝 但樣品數量有限 有興趣的業者們趕快跟我們聯絡喔 逛了一圈大家覺得如何呢 有沒有對哪樣商品有興趣呢 若台灣業主有對哪樣商品有興趣 或是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與日本廠商進行現場商談喔 語言方面也不用擔心 這邊會準備翻譯 那全程是免費的喔 下方資訊欄有放這次活動任何資訊 其聯絡方式 有任何問題 歡迎與我們聯絡喔 希望透過雙方線上交流分享 開創全新合作商機 活動直到三月底 趕快來參加Jetro食品線上商談會喔 各位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私たちはインスタグラムや Facebookを経営しておりますので 毎日沢山台灣的情報を 送りしております 興味がある方は 是非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ね 見面